大爷就是现在网上很火这个巧克力大爷这个说法 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宅是很必然的 很重厂的 因为他们没事吧 就在这个地方晒个太阳 看这个蓝天北云大海 一个方面斩脸神奇 一个方面涛液窮口 谁就有 他们又黑着皮肤吧 显长健康色 很贴窮这个寵物 7月初一群皮肤有黑的青岛大爷成为继脸基尼大妈之后的青岛新特产火爆出圈 据了解每当夏天在青岛的海边沙滩上总会出现一批夏日限定款巧克力大爷 他们在蓝天白云下的沙滩上享受阳光海风 放松身心强健体魄 近日记者来到青岛第一海水浴场 环顾四周 亚麻深宗 拿铁宗 巧克力宗 可可宗 有着不同深宗色系色号的大爷们成为了海滩上别样的风景 我90年代吧 就在这个地方玩 以前没退休的时候 就在这个海边的玩 爱上了这片海域 这片山滩 巧克力宗吧 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么好的风景 我吧也是常年代的活动 也是有日光 色 颜色也满满的吧 是健康色 也是一种咖啡色 而他们却不只是普通的巧克力色大爷 在沙滩上的每一位大爷都是有故事的大爷 别看他们的皮肤暗 心却是格外明亮而温暖 每个大爷的手上都有几条人命 不过是救人一命的那个命 游泳嘎嘎快 救人嘎嘎猛 这些都是来自广大网友对他们的评论 98年的时候吧 我吧就是有鲨鱼网 在鲨鱼网边上碰见一对妇女 这个小姑娘吧她带了一个保险圈 有一浪头吧打散了 散了以后就散了 我散下去把她捞上来 烧了以后把她送到岸边 送到岸边以后吧 这一对妇女吧对我是千万千 我这应该做的 人和人见了都要见一用尾 都会救一把 这怎么说位置是什么 我做了 在这一屋里一屋转一屋 哎呀不说什么 老鼠哪去了 我给你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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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了 在设有瞭望塔和救护队的海水浴场 救人并不是巧克力大爷们的任务 但他们却积极承担 并时刻把救人放在心上 大多数时候 面对陌生人的溺水遇险事件 大爷们都竭尽所能 全力以赴 而说起自己的英雄事迹 他们往往又都谦称 没有什么无所谓的事 夏天又来了 巧克力大爷建议大家在下水前应注意拉伸 不要独自下水 量力而行 注意潮汐 顺着防护绳走 累了就趴在绳上 但不要坐上去 容易被海浪打翻